有一个比较蹊跷,但其实很正常的事情,那就是加沙前线的士兵啊,有的人突然间发现,通过他们自己的社交媒体发布的帖子,反人类罪和战争罪的现场直播,他们已经被追踪了,身份已经被确认了,其中有些人现在担心可能产生的后果,总体上来说,以色列的士兵,以色列国防军那些士兵,他们是杀巴勒斯坦人,是没有内疚感的,因为他们从小就接受教育,那些人不是人,那些人是猪,是驴,是马,是动物,是人形动物,是人形动物, 是人形禽兽,所以杀巴勒斯坦人,杀阿拉伯人,不是杀人,你们必须确立这个观念,从小接受这种仇恨教育,所以那些面部很稚嫩的20岁左右的以色列的青年,穿上军装,拿起武器,随便杀巴勒斯坦人,但是这里边也有一些个别的年轻人,他们或许是本能的良心的发现,也或者是他们受了什么东西的影响,因为在犹太人当中,也有一些人,包括正统的犹太的拉比,神职人员,负责解释犹太经典的,他们也反对内坦雅乎政府如此, 烂杀无辜,所以在今天的以色列国防军当中有个别的士兵,他们就记录了这些以色列国防军残酷的杀人的种族灭绝的罪行,并且把这事情供出于众,现在他们受到追究,他们担心对自己会产生极其不利的结果,我想要说明白了,所以通过这件事有两条结论,一条结论是,犹太人当中也有良心发现者,所以我们反对内坦尼亚胡政府,右翼政府的这种烂杀无辜的政策, 但是我们并不反游,那些人努力要把我们说成是反游,这是他们一种宣传战略,他们对谁,只要是你对以色列滥杀无辜是不满,他就说你反游,所以在中国国内有些人把司马南举报到以色列驻中国的大使馆,说司马南反游,又举报到美国驻华大使馆,说司马南反游,我跟大家再说我不反游,我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我反对西安主义,我反对你们种族灭绝, 我反对你们在加沙,在黎巴嫩,在叙利亚,在约旦和西安,对手无寸铁的老人,妇女,儿童,包括婴儿,投下炸弹,通过这件事还可以丢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这件事情和中国反应抗日战争的老电影里面所反映的一些事情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大家记得有无奈一雄这样的日本的士兵在二战时期,因为受到反战影响,站到了反法西斯阵营一边之后,他们遭到日本陷兵的追求, 一宗屠杀,二战时期发生的故事,正在加沙重演,这件事情是一个比较久远的背景,所以今天在加沙正在发生的事情好像离我们很远,其实不是啊,看似遥远在加沙发生的事情,小命根上与我们相勾连,1937年抗战爆发之后,八路军对当时的日本俘虏,有几条政策,是毛主席建议的朱总司令和彭德怀签署的具体的政策,相当具体,第一不杀,第二优待,第三愿意会, 回日本老家的,给钱,第四,选择一些进步的分子,加以培养,启发阶级觉悟, 阶级觉悟这词很多年不提了吧,不好意思提了吧,有人不提了,有人认为这是out了,告诉各位,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过去的年代里那是摧枯拉朽的重兵器,那是吹毛利断的神器, 启发阶级觉悟啊,活跃在延安的日本中共委员,野板参三提议,成立所以日军战俘为主体的,化敌为友的特殊学校,后被命名为日本工农学校,野板参三任校长, 啊,我一会再讲,第五条就是,我们党建立了对日军呢,开脑筋呢,开窍啊,然后跟他讲道理的那种学校, 叫延安工农学校,这些战场杀人如麻的日本军人,被抓到之后,死命抗拒想死,不给你死的机会, 有兵给治,对你很好,人道主义对待,他不能理解啊,我们到了八路的手上,八路没打死我们, 也没折磨我们,没有酷刑,善待我们,给我们讲道理,啊,是精通日语的八路军的干部, 还有呢,比较早的国际反战同盟的那些日本人,他们跟他们讲,说你们是战争的牺牲品, 中国人也是人,你们杀害的是中国老百姓,你们自己也是日本的老百姓, 这场战争是法西斯战争,法西斯战争是不人道的,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等等等等, 您别说,阶级斗争的理论,阶级觉悟,一旦是开了窍之后, 这些人一下子就成了反法西斯战线的英勇的战士, 后来这些大批的人回到日本之后,二战之后的反省, 反省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的罪行,这些人都成了骨干, 后来他们成了日本共产党当中的一些比较坚定的分子,力主中日友好, 对不起啊各位,我这话题说的稍远了一点,但是这件事对于我们今天来说非常重要, 我们已经不大使用阶级斗争的武器了, 我们也不大懂得启发我们的对立面的阵营当中的那些人的阶级觉悟, 我们害怕这个东西了,大家想一想,这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有人一招被蛇咬十年爬井绳, 因为有那么一段时间里面以阶级斗争为钢, 有人认为这里面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 所以后来连阶级斗争都不敢提了, 但是你去看看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总纲部分, 阶级接近矛盾,阶级斗争依然存在, 有的时候可能表现的比较激烈, 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一个最庄严的判断, 二十大以来我们不是提出三个务必吗, 务必保持初心牢记使命, 务必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务必坚持斗争善于斗争, 两个字,这里面包括不包括阶级斗争啊,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为了做这些节目, 我又去发了一遍党章, 党章呢, 关于阶级斗争问题呢, 是这么说的, 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 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 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 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 阶级斗争在国内目前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长期存在, 有时可能会激化, 这是一个问题的几个方面, 但是各位都看到了, 我们党还是在讲阶级斗争的理论, 我们对侵略者启发他的阶级觉悟, 这是中国共产党拿手的戏, 当年在插线战上美国大兵, 也是让美国大兵搜下留在中国, 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去启发的阶级觉悟, 这都是我们成功的案例, 我以为这种经验值得我们很好的汲取, 最近三中全会有一个精神, 那就是我们的改革目标是中国是现代化, 该改的要改, 不该改的坚决不能改, 有些武器很好用, 写进党章的, 那不能说丢就丢了,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基民, 斯马兰再见。